大家好,使用中文教理的朋友们,全世界的朋友们,大家好啊 现在是2020年9月25号周五晚上21点35分啊 这个过去有个词叫连坐,是吧,就是一人犯罪 比如说五户十户都会有责任 甚至在战场上啊,一人逃跑,把这一个班啊,这几个人全部杀头 好像蒙古历史上实行过啊,好像十户汉人啊,要有一个蒙古兵住在这石尖里 然后据听说啊,好像这个新娘的头一夜,得让这蒙古兵睡啊 这是传说啊,现在没有看到直接的证据,或者是文字的资料 我是没看到啊,有人说有 如果真是这样,挺可恨的啊 而且据说十户人家何用一把菜刀 但是即使你认为控制的严丝合缝了,是吧 但是这么暴虐的统治,必然不可持久 甚至会被推翻,所以老百姓最后不是有所谓的八月十五杀达子吗 是吧,就在那个月兵里边啊,塞个小纸条 据说啊,然后说一起动手杀达子 是吧,达子还是人少 是吧,他毕竟人少,所以控制不住 最终还是蒙古人在中原,也就是几十年的统治 不到一百年,然后就逃回草原了 现在好像甘肃的玉谷族 我有个朋友嘛,玉谷族最好的一个最有名的作家叫铁木尔 他写的书里边就是说 他们玉谷族分东西玉谷 西边是突厥人,东边是蒙古人 他们就不过八月十五 到那天,他们就表现得很悲伤 因为他们觉得我是皇上让我干的这活啊 是吧,我没招你啊 然后,但是那天很多都被杀掉了 所以他们那天不像汉人是庆祝的 他们是悲伤的 他们有一些特定的习俗 有时间我可以跟大家讲啊 一个类似的,我感觉有点联系的一个东西出来了 叫,这个大家看到了吗 博州临长治来了,临长 博州啊,安徽和河南搭界 博州中国四大药都之一 做药材批发的啊 河北安国,这个安徽博州 还有湖北和四川的一共四个地儿 中国最有名的 博州最有名的是曹操 曹操实际上不姓曹 姓夏后 他过季给他救救了 改姓曹 实际上他是应该叫夏后曹 夏后曹 夏操心啊 隔壁是河南相城吧 袁世凯的家乡 离博州很近应该 这个叫做 博州市关于构建临长制基层组织体系 实施方案 正在全市范围内全面推行 这是为了有点像这个网格化 网格 其实我接触过街道办人处的人 我看到他们街道办人处的内部编制 都有哪些科室 其中有一个就叫网格办 其实已经把中国的社会控制的很严密很严密了 现在又进一步的变本加厉了 这个叫实施方案啊 关于构建临长制基层组织体系 哎 中国人多老实啊 对吧 中国人有必要这么管吗 又人脸识别吧 是吧 说总体目标是进一步加强基层组织体系建设 做好组织群众 宣传群众 凝聚群众 服务群众工作 切实提升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水平 这还用治理吗 党员都九千多万了 然后华春莹说 还有将近两千万人要入党 对吧 九千多万 十四亿 十五个人里就一个党员 将来可能是 如果这将近两千万再入了党 差不多党员就有1.1亿 十四亿 什么概念啊 十二个人到十三个人 十二三个人 就一党员 是吧 你现在是九千多万十五分之一 十五分之一 如果两口的都是党员 对不对 那么再加一孩子 你不用乘以三倍乘以两倍 党员的家属 党员及其家属 就有1.8亿 将来呢 如果有1.1亿人 那是多少 是吧 就有两亿多 是党员及其家属 那这也太庞大了 对吧 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应该把这个精力用到如何为老百姓服务 信息公开 对吧 自由办报 对吧 政治组织 包括政党 应该自由成立 这个是一个国家的根本 你对吧 你任何一个领域 你都要引入竞争机制 不然都会走向腐败 对吗 你没有竞争机制 就是垄断 垄断 最后就是腐败 这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你说出大天来 什么历史选择了你们 什么人民选择了你们 时间长了都腐败 没有一个人不腐败 换了我也腐败 你过去在中国 经常比如说你要批评这个政府 有人就说了 你要上了台 你比他们还腐败呢 没错 如果权力是封闭运行 是垄断的 那么当然是谁都会腐败 关键怎么解决呀 从根上解决 就是引入竞争机制 你不引入竞争机制 一定是腐败 美国也有腐败 但是美国的程度呢 日本有没有腐败啊 也有下台的呀 世界各国的腐败 如果真有那么 如果很严重的话 中央电视台会不报吗 中央电视台会替美国 日本的这些政客 这些从政的这些人 遮掩吗 绝不可能 就是因为人家没有 有也是微乎其微的 然后说组织体系 说一片 他分了几个口号 一片二组三林 一片是在城市 一个社区范围内 划分若干个区域 每个区域为一片 划分原则是结合社区专职 工作者数 社区就是居委会呗 居委会和村委会 通过划定四制范围 四制范围的方式 就是东西南北 都到哪儿 就是地理的管辖范围 所辖区内 居民小区 商务楼宇 街巷 商店 宾馆 饭店 学校 医院 养老院 企业 等各要素 人员全部纳入 哎 片长 由社区两委干部和其他社区专职 工作者担任 两委就是党委和村委吧 大概啊 二组在片内以100户左右 居民为标准 划分为居民小组 划分原则 原则上结合整体的住宅小区 楼栋 整条街巷的户数情况 以100户左右居民为标准划分 组长原则上 由居住在本组内的居民小组长 转岗特退役军人 社区聘用人员 小区党支部委员 业委会委员 热心居民代表等人员担任 党员优先 这个啊 就有点像要打仗的感觉 其实过去的文革的时候 中国的农村 就不叫村了 有很多村改叫连 就是一个村 是一个民兵连 像我们老家 像我妈的老家 河北仁秋 那个狗哥庄村 他就应该叫一村 二村 三村 四村 或者叫一 一阶 二阶 三阶 四阶 或者叫一普 二普 三普 四普 最后叫什么 叫一连 二连 三连 四连 就很多年 像我们给老家写信什么的 都写二连 比如说我打旧是 二连 三连 写这个 就民兵连 他这个意思又是恢复战时状态 跟世界主要强国关系紧张 要剑拔弩张 时刻准备备战 实际上是有一种要走向战时体制的感觉 还不仅仅是什么文革2.0 所以你看他说党员优先 说一个片内的机关事业单位 企业 学校 医院 商务楼宇 等 有独立院区的单位 有院的 划分为一组 组长由单位负责任担任 这不是凭空就增加老百姓的负担吗 有什么必要 说三邻在组内 以居住邻近的 十户左右居民 划分为一邻 划分原则 原则上与居住邻近的十户左右居民 为标准 一般不超过二十户 这不有点像解放前 那就保甲制吗 保长 甲长 是吧 是十户为一保 还是五户为一甲呀 反正当时也有划分标准 当时为了防匪 是吧 为了征税 抽壮丁 纳粮 说林长原则上 由居住在本林内的居民代表 在职 退休 机关和 起实业单位人员组成 就是有固定单位的 他便于管理 他不让你那种所谓的 类似我这种 做点小买买的 小商人 自由职业者 或者没工作的 他不让你弄 你有单位 他便于控制你 他也更相信你可能 还有什么社区志愿者 志愿者 就带红菇的 菇带菇的 热心公益的居民等人员担任 又是党员优先 实际上这不就党组织吗 你还有什么必要 你有居委会 有什么村委会 又搞这个 说一片在一个行政村范围内 刚才说的是城市的情况 要不下面说农村的 都是他们薄州市的 在一个行政区范围内 划分若干区域 每个区域为一片 划分原则 原则上是 按照一至五个自然村 所辖范围 辖区内的村庄 急镇 那你搞这个和原有的行政区化 一级一级的 县乡镇或者是村 这不就叠床嫁屋了吗 这不叫脱了裤子放屁 多此一举吗 有什么必要啊 对吧 说村庄 急镇 商店 医院 学校 企业等 各要素人员全部纳入 说二组 划分原则 指的农村啊 以原有的村民小组 所辖范围划分 那你既然是 原有的 你弄这个干嘛呀 对吗 既然没差别 说急镇等商业街区 根据规模大小 合理划分 组长 由居住在本组内的村民 小组长 村聘用聘用人员 扶贫小组长 村民代表等人员担任 全是官了 最后 一人给分个官 这不跟那个小学生啊 你当班长 副班长 各种课代表 学习委员 这一个班 最后啊 有各种职务的人 占一多半 这不还是这意思吗 这官本位的社会 很讨厌的 一片片 一个片内的机关事业单位 企业 学校医院 商务楼宇 划分为一组 组长 与单位负责人啊 三林 也是说农村 也是十户到二十户 说户数 较少的自然村 可以不再设林 林长 又村民代表 什么什么的组成 你看他们的工作职责说了啊 这有工作职责 工作职责 片长的职责 一 了解片区内人口 家庭 单位 商业网点等基本情况 重点关注 本片那老年人 残疾人 贫困户 就业困难人员 外来人员 社区矫正人员 就是犯过事的 关过监狱的 等特殊群体 了解他们的需求 二 在本片内向组长 向本片内组长 传达上级有关政策 和安排的重点工作 三 收集处理和报告 组长与群众反映的困难 问题 及异常情况 他就是还是社会控制 维稳 还是维稳 另外四 及时收集处理和报告 片内存在的安全隐患 不稳定因素 非法宗教活动 及违法犯罪活动等 这些人给不给钱 这不就大家伙增加老百姓的负担 对吧 他们是免费的吗 是白忙活吗 义务吗 还是需要成本的 还是需要给他们津贴 工资 补助的 这钱从哪出 第五 在发生地震 疫情 洪涝 等重大灾害和突发事件时 按照上级要求做好工作 五 其他工作 组长跟他差不多 下面还有林长 还有运行机制 要建立微信工作群 公开 他公开片长组长林长的姓名 分三级 公开姓名之后 他就可以公开的管理一些事情 同时也监控他所范围内的 还有联系方式等方式 还有明确户数 啊 居民谁是党员的 应标注共产党员户 其实这工作早就在做了 北京郊区都这样 那一个村 谁是共产党员 在你们家门上盯上 盯一个牌子 写着共产党员户都盯上 城市里的那个机关 和这事业单位都要求你 挂上一个党灰 其实早就明白了 还有落实激励措施 你看 发放一定的务工补贴 这都是钱呀 根据工作量完成的情况 结合实际 采取公共交通费优惠 旅游景点门票优惠 赠送手机通信流量等 充分调动积极性 可能没有正式的工资 没有正式的工资 但是也是负担 都是老百姓的负担 还有表现突出的组长 林长 可纳入社区或者村 后备干部管理 优先发展为党员 强化监督管理 以县或区为单位 年度内可开展最美 片长 组长 林长 评选活动 激励 创先 争优 街道或者乡镇 要对片长 组长 林长 开展年度满意度测评 对于不担当 不作为的 和有违法 违纪的 及时调整 这瞎扯吧 这又是增加老百姓的负担 没有正式工资 刚才也说了 也要奖励 对吧 这不都纳税人的钱吗 你搞这有什么用啊 你不从根上解决问题 人家说了在中国 不解决问题 他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对吧 各省各市 甚至各县 很多都在北京 派大量的解访人员 我老家 我把兄弟 我在河北仁秋 上了一年半的学 老家话叫上小 我又把兄弟两拨 我那把兄弟 有一个九个 九 我们兄弟九个 我们的老九 不是臭老九啊 他现在是香老九 他就在北京干解访的 永定门 国家信访局 九镜庄 什么救济中心 这地 什么高检院 高法 公安部 什么这些信访的 他全熟 宰哪 他都门清 现在给提拔了 我那老弟 给提拔成副镇长了 哎 这增加老百姓的负担 你从根上 你解决民生 免费医疗 免费教育 是吧 然后这个住房 便宜点 别那么贵 对吧 中国这个从根上 它拧着的 拧巴 不从根上解决问题 是吧 现在什么这个恒大集团 是吧 说又欠了那么多债 那你挣了那么多钱 钱哪去了 也没花在老百姓身上 钱哪去了 对吗 吹那么多牛逼 钱哪去了 再见 不聊了